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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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得你今日看起来 和平日不同 啊 大 大师 你 不是看不见吗 怎知 我今日 与平日不同啊 我 我摸出来的 大师 回你话里待着去 啊 妖妖 穿错了 回你话里待着去 啊 大大大师 那我自己去听快川了 哼 第八百四十二集 南巡 看向洞府的一个角落 那里有不少骨架 还有一些 才死了不久的尸体 最新鲜的一具尸体 可以看得出 是个妙灵女子 脸色苍白 身子半裸 竟是被活活 才捕至死 自你修炼一来 你才捕了多少女子 老子说不清了 大概几百个吧 这法子 果真是妙极了 我的道行 这百年来 突飞梦进 比其他的狼妖 几乎多出了两百年的道行 南巡 南巡看他的目光 已经如同看一头死狼 两人不过 说了一两句话的功夫 洞外便传来了狼群的嗷嗷声 连续三声嚎叫 这便是警示 有敌人入侵狼族领地 狼六用妖法将南巡困在洞里 然后出去应敌 他才出去 看到眼前的情形后 勃然大怒 那捉妖师居然真的找上门了 眨眼间便斩杀了他十数之同伴 斩妖刀上早已染满鲜血 那持刀的男人一身锦袍也见了许多 他携一身怒气而来 煞气逼人 所过之处狼群哀嚎鲜血喷溅 孟子义寻着那淡淡墨香 直接朝狼六的洞府这边而来 拦路者杀无赦 冲上去的野狼全都被他一刀斩杀 直到走到狼六面前 他死死盯着他 他在哪儿 那声音如同千年寒冰冷入骨髓 狼六看到同族被他毫不留情地屠杀 狼嘴一张 獠牙在夜色中反射出一道寒光 你这胆大包天的助妖师 居然敢置身踏我狼族领地 还敢屠杀我狼兄狼弟 今天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 孟子义再次开口 声音叫至刚才更冷 他在哪儿 就在我身后的洞府里 可惜已经被我裁捕了 死了 他的滋味妙极了 我本来还想多裁捕几次的 奈何太过销混 一个没注意就弄死了 孟子义周身的煞气 陡然间又浓了一辈 狼六仰头嚎叫 一声狼吼响彻夜空 周身妖气全部释放出来 而这一声嚎叫之后 狼群嚎叫着围过来 越聚越多 竟有数百只 等狼群逼近 孟子义还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嘴唇如动 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都去死 屠杀 残暴的屠杀 狼血四处喷溅 到处都是野狼的断肢残腿 这狼族中 但凡有个聪明的 就应该去 狼六的洞府中 将那掳来的女子 还给这个疯子 但是狼族好战 好杀戮 看到同伴被杀怒急 已经忘了 这个男人是要来要人的 只当他是来专门屠杀这山狼一只的 直到最后 这一片山头的小霸王狼六 被斩妖刀一刀砍下了头颅 同时飞出的流星珠鞋箭刺穿了他的胸膛 狼妖身死命运 孟子义提着刀 一步步地朝那洞府走去 斩妖刀上的血滴了一路 剩下的狼被吓到了 再不敢阻拦着人类的去路 只是小心翼翼地徘徊在领地外围 没人知道 方才杀狼如同切瓜的捉妖狮 此时心脏跳得极快 孟子义从未这么怕过 他怕洞里等着他的 是化灵的尸体 他迈入洞府的一瞬间 听到了里面的呼吸声 也闻到了那熟悉的墨香 没死 小化灵没死 大师 南巡看到他激动地大叫一声 孟子义的心脏狠狠跳了一下之后 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他几大步冲过去 一把将人搂入怀里 手臂越收越紧 狼六一死 先前那困住南巡的腰法消散 他得以动弹 连忙抱住了男人的脖子 整个人缩在他怀里 明明害怕 却欢快地对他道 我知道大师一定会来救我 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 傻瓜 孟子义在他井间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他一把扛抱了起来 似乎怕他不舒服 转而又变换了姿势 但用一只手臂便拖住了他的腿 南巡几乎是坐在他臂弯上 哎哟 咻咻咻 大人抱小孩才这样抱 我喜欢 男人一只手抱着女子 一只手握着那染血的大刀往外走 一路上无狼阻拦 狼群悲伤地滴滴哀嚎起来 南巡乍一看到那满地尸首和刺鼻的血腥味 微微地蹙了下眉 在看到孟子义那一身血和通红的斩妖刀时 他就料到外面的血肉不会少 却没想到这么多 不过大师都是为了他 所以他一点不觉得大师残忍 卤他的灰狼残害了那么多无辜少女当杀 离开狼妖领地 孟子义回到两人失散的地方 取了落在那里的包裹后 他没有逗留 他不喜欢这个让他们分离的地方 所以想重新找个栖息地 走着走着 夜空中陡然劈过一道闪电 几乎照亮了大半个夜幕 随即是轰隆隆的雷声 大师 要下雨了 你把花圈打开 我回画里 孟子义没有说话 他周身的煞气还未散去 足以能够让任何一个人退去 但南巡早就习惯了 并不怕 大师 南巡又滴滴唤了一声 别回去 我找个山洞碧雨 轩轩 别回去 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说话间 那拖着她的手臂也不禁往怀里揽了揽 南巡搭在她右肩上的手缓缓上移 轻轻落在她脸颊上 似捧住了她的脸 大师 我真的没事 虽然有些吓到了 但大师去得及时 那狼妖没有来得及做什么 孟子一听到这话 非但没有被安慰到 反而愈发暴躁 如果她去晚了一步 那后果绝不是她想要的 轰隆隆又是一阵雷声 南巡可不想被雨水淋成止糊糊 她朝远处望去 找了许久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山洞 大师 那边有个山洞 我们进去避避雨 大师 孟子一深深吸了一口气 恩了一声 将小化灵送入山洞内之后 她没有逗留太久 提着那把燃血的斩妖刀出去了 这次她没敢走太远 就在洞口 等到大雨倾盆而下 她避也不避 就让那瓢泼大雨冲刷在她身上 好似要将那一身血腥之气洗去 又好像要让那大雨冲刷掉 她心里不该留存的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洞中那女子换她 她才重新回到洞中 整个人已经临成了洛汤鸡 大师 你快些换衣裳 小心染上风寒 孟子一静坐在一边 闻言并未动弹 大师 徐倩 徐倩 你这突然怎么了 大师 大师 快穿 也太好听了吧 唉 你这磨人的小妖精 快别哭了 画卷都要被你哭湿了 大师 你真好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行了行了 还是继续听你的快穿去吧 还是继续听你的快穿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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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